好 怎么样是这样好的候选人 候选人能够帮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对于首都来讲 对于全台湾来讲都好 这个高学历高失业率问题是一直都存在 那这个问题这几年下来 恐怕是越来越恶化的可能性居多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 今天最新的消息说到 这位是留学美国的博士 现在没有工作做总办 原本在私立大学教书 但是没有获得续聘之后 升等不成无法续聘 这一年来他的工作 就要做到药厂担任白老鼠来试新药 这个一个月平均下来 月薪不到两万块 那当然鸡牌博士 或许大家印象很深刻了 但他也走出他自己的一片天 不请教邱宇老师 好 那这个议题其实对很多的 人来讲 年轻人或是家长来讲 我的孩子好不容易念到博士 没有工作做 或年轻人他觉得我要继续的 这个深造 但是也没有机会 好好地生存下去 这问题到底谁问题大 国家政策问题大 还是个人问题大 还是首都市长解决的了解 我认为去怪国家政策没有意义 就是说 现在整个博士的供需市场里面的 供应的数量确实是太多了 远超过需求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流美博士什么 达20K的 这一个例子是个个案 为什么呢 就一个流美回来的博士 你能够到一个私立大学去 担任助理教授 而且一座做了六年 那就代表说 人家是给你机会的 那你六年内如果你写出好的论文 你的教学成绩也不错 你怎么可能在教评会里面 被否决掉你的续聘呢 所以我认为是个人的问题 应该是个性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跟同侪相处 又拿不出好的成绩出来 他当然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 所以到了别的就业市场 到别的行业一样触交 所以到最后只能沦落去做 这个所谓的药品试验的白老鼠 我认为这个个案 我认为把这个个案放大 反而造成社会的一种扭曲 我认为现在的博士的数量 确实太多 那现在博士的训练 跟我跟阿亮那个时期来说 那也差太远了 所以就说 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很多的博士生 他基本上水平也不如过去 好 那既然是这样也无所谓 那你就让自己在整个 在就业的态度上面 要有所改变 你不要再所谓的眼高手低 你不要再觉得说 我自己是博士 我看不起大学毕业的 我看不起硕士 我什么都比别人高 我薪水跟别人只差两千块 我每天就一直抱怨 我为什么薪水只比你差两千块 我比你多练了四年的书 我比你多练了五年的书 常用这样的话 你当然在同裁里面不受欢迎 你的长官也觉得 用到你这个部下有压力 他怎么敢用你呢 所以到最后他就走向了一个 被就业市场淘汰的这条路 所以我觉得个人的观念的调整 态度的调整可能比较重要 当然我们都知道 前两年就蹦出来这位所谓的博士鸡排 鸡排博士这位宋耿郎先生 他也讲过这句话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他选择不会去念博士 当然念完博士之后 他也强 在其他专榜当中也强调 因为真的是有刚刚老师讲的 眼高手低的问题 他自己就有这个问题 这是他这几年下来的领悟 那么现在也做了这样的检讨了 我请教国委员 因为本人您也是博士 那其实我们刚刚 崔玉老师认为说 跟回答政策无关 但这个国家让大学这么多 大学有了大学之后 他要设了什么硕士班 他要开博士班 他是不是也是制造 因为这样的制造出 很多的硕士博士 因为大家想 那我然后就医市场又不好 所以他只好继续读书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除了个人的问题之外 政策上没有任何问题需要检讨 我们现在硕博士有110万人 我们人口才2300万 110万 不得了的多 确实相当多了 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以前都用IQ在想事情 事实上这个恐怕跟他的EQ EQ就是他的人际关系 那现在更多的可能是SQ 他对他的社会环境的 这个交往能力 因为你去想 因为他是学理化的 他如果是学理化的 如果在学小云待了六年 你怎么会跟外面的厂商 或者其他的就业的 大概的状况 你都完全没有管到 这个坦白讲 我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我说实在话 所以这个郭老师认为是说 这个SQ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难怪他没有办法伸展 出展到外头外头去 来 我们继续片段待会儿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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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